美国喜瑞都学院国际属其英语文化体验营师生一行人 27号上午来到张晋高职进行参访 由于台湾的凤梨苏名扬国际 因此学校也特别安排了文化体验营学员 来到餐饮科体验制作凤梨苏 我们这次活动很精彩 他们除了去我们的农业群以外 然后另外也有到我们的表演艺术科 然后去欣赏我们的一个表演舞蹈 那当然他们更特别的是 他们还有互相之间都有跟我们的学生都一起互动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凤梨苏制作 我想国外的小孩子 他们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我们的凤梨苏甜点 所以我想让他们学会去制作这件 这个产品应该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为了让体验营学员在实际操作时 可以更容易上手 餐饮科老师首先介绍了凤梨苏需要的材料与制作方式 还有注意事项 接着老师也亲自示范手工揉制面团 包馅成型到烘烤 百分百的手做过程让同学们都跃跃欲试 不过等到学员自己动手做时 才发现其实并不简单 光是要将糖奶油和面粉搅拌做成面团 力道拿捏就是一大考验 由于是第一次尝试 大家也难免有些手忙脚乱 不过凤梨苏初体验 学员都觉得相当有趣 其实感觉还不错还蛮好玩的 就以前很蛮喜欢吃凤梨苏 然后也蛮荣幸可以来这边去看怎么制作啊 跟去体验这个过程这样子 我觉得蛮好玩的像做用自己 就是自己做 然后有人在旁边帮我们 跟他们聊天 他们也教我们怎么做 回家也可以做 教我们爸妈做 这些也可以带回去 所以我也觉得蛮好玩的 这次的参访活动 张静高职也替每位体验营学员 安排了一位张静学生 作为学伴从旁协助 张静高职校长林淑贵表示 两国学生相互交流 可以彼此学习成长 创造双赢 可以让我们台湾的学生们 可以去认识不同国家的人 人的一个互相交流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关系 那再来一个呢 也可以让我们在国外海外的侨生们 尤其是他们 他们应该都是属于那种 ABC的小孩子 所以说对于他们这些部分的小孩 来到了台湾 他们也可以去感受到 台湾的一个热情 或是台湾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风俗民情 这次的文化体验活动 不仅让来自美国的学生 对台湾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也让庄敬高职的学生 借此机会拓展国际事业 不仅丰富双方的学习经验 也增进了两国学生之间的友谊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